Odia Jungle Odia Jungle 约标题 下雨海外上演叠终叠 卧底潜伏显被试破 根据历史上真实案件改编的开年大戏 莫斯科行动开启热播模式 下雨饰演的中国警方秘密行动组组长 正是带队进入俄罗斯 在阴郁压抑的抑郁气质下 他面对着环环相扣的博弈 卸下还生的处境 下雨饰演的陈尔利警官将剑招拆招 带领观众一层一层的包开 90年代中俄列车大捷安害人清闻的罪行 背后隐藏的凶徒真面目 下雨隐藏身份取证水杯的老鼠显身手 1993年5月26日 在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上 从5月26日出发 直到达莫斯科的5月31日 6前6夜行程里 车上的乘客分别被伺火废徒轮翻洗劫 中俄列车大捷安发生15天后 警官陈尔利下雨是一行就已经受命潜伏到了俄罗斯 他们以导演身份作为伪装 混在中国商人之中寻找破案的蛛丝马迹 但涉于穷凶极乐又是力满横的劫匪淫威 受害者在面对询问时往往十分警弃 陈尔利在了解案情时 不得不亮出身份取信于受害者 邓海外潜伏已无枪而无证件 如何证明自己是警察呢 正好病房里跑过一只老鼠 下雨饰饮的陈尔利 眼明瘦快 随手拿起水杯支向墙角 老鼠被砸倒因生而死 受害人惊讶这也能打着 不凡的伸手终于让他 相信是国内的警察来为他们伸张正义了 下雨这一漂亮招式也被网友调侃 竟然能用水杯补薯 厉害了我低哥 求下警官来我家值个吧 海外飞凶与劫备 面对面警察下雨嫌被识破 在手机播出的剧情中 警察陈尔利下雨是第一次出场 便是关在俄罗斯的监牢里 刚刚被报式走出警局 竟然又在战友们眼皮底下被绑架了 故事神展开简直令人猝不及防 他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海外追凶去为什么会入狱 取下面照 一向沉浸在思考中面容冷峻的下雨 瞬间换上了卑微而讨好的笑容 因为对面正是他一道野伪装 前方百计碰瓷入狱 主动接近的中俄列车大结案 嫌疑人匪徒出三 能犯下惊天决案的人 自然不是一般的精明狗的知徒 对方反侦查能力极高 警觉性极强 面对导演小陈的热情靠近 心思狡诈的他决定 将不明底细的陈尔利绑下笔吻 一句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将观众紧张的心提到嗓掩 而此时的下雨 早已看不出警察的痕迹 换上油滑而是块胆小的伤人面具 找了个借口巧妙的打电话给国内战友 极致化见了这一危机 一进一飞 一正一邪 这场心理战节奏紧张 极具戏剧张力 渐渐显露出实力行政局的冰山一角 充盈着当代行政局中 难得一见的树立真实质感 虽然已被绑匪放出 但 穿过一关的潜伏神探 下雨 前路依然凶险 追击穷凶极恶匪徒 他们会给中国警察带来哪些危险 无枪 无知法权的孤勇 如何化解人在海外的种种困境